哈喽大家好 我是觉得Cyberpunk好帅呀 的YouTuber Gumasa 前几天我看了一下自己影片的下发留言 我发现到有蛮多的观众介绍我一部新版 这部动画就是由TRIGGER 改变是同名游戏的动画 Cyberpunk Angelus 中文翻译是Cyberpunk Run 也有人称呼是电语Punk 边缘行者 等一下中文翻译感觉好麻烦哦 在这里我就称呼为Cyberpunk吧 因为我一直看见有观众介绍我这部作品的缘故 所以当时我就对这部动画 产生了一点点的兴趣 对就一点点而已 我之前会没有追的原因是呢 我个人是完全没有玩过Cyberpunk 2077 虽然我知道这款游戏很厚 我周围的朋友也是有玩 但是我不太会玩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啊 我有很严重的3D游戏 我是属于那种玩CS一两场就开始有点反胃的3D游戏 所以你们就会发现到 我的游戏频道玩的游戏是没有第一人称游戏的 诶 等一下 我的游戏频道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更新了 OK 我们也做理题啦 我会回来 也因为我之前没玩Cyberpunk 2077的缘故 自然而然呢 我就没有想过要看动画板了 因为我以为Cyberpunk 动画板呢 只是一部单纯的粉丝项作品 可是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我稍微打开Facebook一看 哇 超多人分享Cyberpunk 动画板套移有多好看 不只是网民而已 就连一些比较知名的影片人 都有说这么动画到底有多屌 各有传出啊 因为动画板的关系结果带到了Cyberpunk 2077的销量 以及在Style上游玩的上线人数 后来我才知道这部动画是由Trigger制作的 我就从一点点的兴趣变成非常好奇啦 并心想说啊 这部动画到底有多么的好看啊 我就一天里面一口气把实话给追完了 看完后 我郭玛莎的感想是 哇 好好看啊 对我这位没玩过游戏的观众来说呢 这部动画的确是非常棒 甚至我把动画追完后 还真的是游谷想要入坑游戏的冲动啊 至于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呢 等下才会怎么说 所以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呢 我就以为没有玩过游戏的观众的角度 与大家分享7-5 Angelus的观看心得 以及玩些感想吧 也就是说今天这期的节目 我会爆雷 请各位观众们注意哦 但是我会先从制作品质 以及这部动画 适不适合录刻这两点开始说起啦 所以还没看过该动画的观众们 可以先安心服用哦 好 我先去请出大家看Cyberpunk第一画的时候呢 大多数观众的第一感想是 哇 这部作品的场面好玩好 暴力尺度满满啊 对 我一开始看这部动画的时候呢 整个人都吓了一跳啊 这番茄酱 这切枝 以及爆头的场面 以及毫无影视的打飞 不归是在Netflix播放的动画 这个平台根本就让TRIGGER解除了某个限制器 接下来发挥了他们独有的暴力美学啊 我会这么说的原因是呢 其实Cyberpunk并不是TRIGGER的一部 含有暴力元素的动画了 如果我不算他们还待在Dynast的那段时间的话 2015年的Ninja Stray啊 《忍者杀手》就已经可以看见 与Cyberpunk都要把类似的暴力风格了 而情色方面呢 之前的作品也就只是福利等级而已 但TRIGGER卖的那些福利 是比起一般TV动画高很多的 说实话 最多把你的宝豆六花的大腿福利 对TRIGGER来说呢 是婴儿等级而已 所以TRIGGER和Cyberpunk的故事背景契合度 就已经很高了 再加上 又是在Netflix 播放的关系 使得他们更不需要在TV版的规矩下的现实下创作 可以尽量的发挥TRIGGER的特长 也包括他们不顾CD Project Red的反对 都要加入罗莉的坚持啊 然后TRIGGER的作画水族还是非常强大 如果你有看TRIGGER之前的作品 比如Kera Kill之类的 你们就大概知道 本周的战斗作画到底是有多么的夸张啦 所以关于战斗画面这一方面呢 我就不多说啦 然后我相信有些观众会很好奇 如果没有玩过原作游戏的话 那这些卡都要把有阻碍吗 首先我个人是觉得 这些卡都要把是完全OK啦 除了一开始看的时候 未被本作的大量名词搞得有点黑了问号以外呢 其实大概看个一两话 就能肉明摆里面的被子设定啦 像我这种头脑解荡的肥宅都能看得懂啦 我相信你们也可以的 ちょっと待って 我刚刚说的话好像感觉哪里怪怪的 而且除了有少数几位角色 是有在原作游戏登场以外呢 本作的主要角色和故事是全新的 直接手也是定位在原作游戏之前 也就是全撞故事啦 从这点来看 从豆瓣开始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当然有玩过原作游戏的话 看动物版的体验在某种方面的确会比较好 比如彩蛋已经在游戏中没有解释到的设定 在动物版有明确的做出解释 这些是只有玩过原作游戏玩家能体会到的福利啦 所以这部动画的内容呢 可以说是照顾两边的观众 如果你是还在犹豫要不要看 Cyberpunk 动物版的观众的话 我跟你说 看就对啦 OK 接下来我真的要爆雷啦 请各位观众们仔细考虑才看下去哦 虽然我刚刚称赞了 Cyberpunk 动物版的制作到底有多么的屌 但真正让我喜欢上这部动画的原因呢 是它的故事 这部著名的故事背景和片排真的很强大 短短实话就会讲出一个完整精彩 又让人留下印象的故事 动物版的背景是沿用了原作游戏的舞台背景 叶之城 叶之城是充满着犯罪社会阶级区别 待遇特别严重的城市 本作动物版的男主角 大卫·马迪内斯 就是生产在叶之城的贫穷单亲家庭 同时也透过以大卫的视角去讲述 没有身份地位的人 在叶之城的生活到底是有多么的不公不义 甚至你可以说Cyberpunk Angelus的故事 就是讲述大卫的人生轨迹 而且故事过程充满着无奈 地话就已经把低阶身份的人名 在叶之城生活的估计完完全全演给观众们看 在地话你可以看见 大卫被有钱学校的学生鄙视 母亲为了大卫的学费 只能选择做一些非法的工作 大卫母子后来出车祸的时候呢 这些所谓的医疗人员对低层人士见死不救 他们只救有钱人导致大卫的母亲生亡 甚至连他母亲的后世也是非常的凄凉 又被那些有钱弟子修辱了一番 这些种种不公义的遭遇 全都要在大卫身上的时候 使得大卫他想要得到力量 他想要透过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一切 而不是母亲生前交代他的 要好好读书在好多公司上班 提高地位改变人生 因为大卫失去母亲的那一刻就已经明白 在叶之城里 透过正规手段改变自己的地位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就把人体负荷度超高的液体 施阿卫斯塔安装在自己的身上 透过这个液体的力量 向他之前修辱他的贵族屁孩报仇 之后也结识了他的爱人路西 以及带着大卫加入帮派做佣兵工作的老大 曼恩 这个时候的大卫是比较高官的时刻 也是正如他母亲后 久违体验到家人感觉的美好时光 但与此同时到的也是非常的快 不到几话 大卫的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离世了 也包括曼恩 而且与大卫的母亲 再次死在他的面前 同时再次体会到自己有多么的无能为力 但大卫算是一位比较积极向上的人了 所以他继承了曼恩的意志 成为了小队里的领队 继续他的傭逼生活 也打出了女生 但与此同时 那个时候的大卫的身体 安装了非常多的液体 也越来越极限化了 其实这也已经完全不能说是人类的身体了 而且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大卫所安装的斯阿卫斯塔 本身就是一个负荷度超高的液体 普通人使用这个液体的力量 大概两次就已经不行了 但是大卫贴一天使用八九次 他的确是有比一般人寓意查人的身体素质 这点是没错的 但我们别忘了 大卫始终只是人类而已 这次他身体不管 下一次就很难说了 更别说他现在又安装了其他的液体在身体里面 所以最终他还是步入他老大的后城 得了赛博精神病 说实话 从大卫在前期故事说自己是独特的 以及他后来赛博精神病 无意间发作不小心杀了一位公务员的时候 当时我就心想说 靠这家伙应该要你便当了 而其他有玩过原作游戏的观众 应该更早知道男主角的最后的下场 毕竟动画里最小的反派 亚大纵锤就是游戏里的最终Post 所以大家都多少少一夜知道 大卫的结局可能没有多好 但是其实样子你未免太狠了吧 虽然我知道大卫有可能会领变单 可是我没有要到是阶级团面的第一步啊 除了路西和这位大叔没有死翘翘以外的 其他角色几乎都领变单了 更要命的是 亚大约要把豆瓦里最扣的角色 利菲卡给杀掉啊 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节目刚开始说 看了豆瓦就想要入科二零七戏的原因了吗 因为我想把亚大给杀掉啊 难怪丽莎的在线人是突然变多啊 原来大家都进入游戏里面为老婆报仇啊 所以他局局真的是蛮悲哀的啦 但至少我觉得大卫他的死并非毫无价值 当他决定搭上一体金刚的那一刻 他就决定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 都要拯救他最爱的人也就是路西 或许大卫最后的遗憾 就是自己无法和路西一起上夜球 但是在过去他两位重要的亲人 母亲和老大死在他的面前 大卫都无能为力拯救他们 过去的大卫早就已经失去很多了 也因为这样他也牺牲自己的生命 与路西的约定 这一次都要拯救他这史上唯一最爱的人 因为他搭上一体金刚的时候呢 就已经找到梦想了 那就让路西活下去 实现路西的梦想 所以在他即将要被亚大杀死的时候呢 大卫是带着笑容 安心以及找到自己人生价值观的心情 离开这个世界的 而在最后的结局 路西他也实现了来到夜球的梦想 虽然路西最后的表情 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让观众们有着非常多的想象空间 并解释了后面新局所要表达出来的意义 甚至我还看见有瓦咪写什么 因为路西接受不到事实的宽心 所以他就被夜球晒死掉了 哇 但是我看见这段留言的时候 真的是笑死我了 这屏7%后面的故事 真的是到了不少观众 可是比起复辨的信息呢 我更相信路西展开双手的那一刻 他已经决定要连同大卫的那一份 一起活下去 即使身边的爱人已经不在了 也不知道自己要用多久的时间去示怀 但只要继续活下去 带着爱人所牺牲的生命一起活下去 那他未来的时间依然存在着希望 也能成为过去有位无名佣兵 挑战夜城至高权威的见证人 虽然在夜之城里的高尘人士眼中 大卫就是一个路边随处可遇的佣兵 或者是低尖人士完全不会生活在夜城的一万垃圾 他的下场也令一些知情人士感到惋惜 但请大家别同情他 也请大家不要忘记他 不要忘记在充满罪恶以及不公益制度的城市里 曾经处在这一位找到自己的梦想 并守护重要他人的无名佣兵 这位无名佣兵 也是叫大卫·马迪内斯 即使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但我依然相信大卫的故事和事迹 会记录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一处 直到永远 参加大卫